榮耀发财快报 大仙什么都知道 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大仙 要问谁是边路之王 大家心中各有答案 要问谁是中路之王 中丹法王玩啥都强 要问谁是野区之王 红蓝爸爸瑟瑟发抖 那从其一生也得不到答案 可是要问谁是草丛之王 哈哈 安琪拉打几眼 这两姐妹张口就来 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其中啊 安琪拉在本次体验服改宫中 获得了蛮有意思的调整 一起來看看吧 二技能混渡火煮 技能CD固定为8秒 飞行速度从1250增加至1500 以前安琪拉出场率低 究其原因啊 就是技能很难放 二技能只要不是贴脸丢 就很难砸中敌人 优化了二技能的飞行速度 就相当于降低了 安琪拉的上手难度 比提高伤害减CD 这些花里胡哨的属性 要实在的多 最最最重要的是 今次改动啊 安琪拉再也不用在草丛里阴人了 大马路上 对面一个走位失误 二技能起手就是一套秒 那既然安琪拉要重回我们视野 甚至还有登顶T法王的实力 那我这个春服第一 安琪拉的实力 就很难再隐瞒下去了 别的不说了 学了这几招 知他不就完事了吗 那首先是对线 许多小伙伴都知道 安琪拉出门两个一技能 就可以收完一波兵线 到达二机后 为了提高清线效率 二一技能丢一套 先玩兵线赶紧去支援 那这里啊 安琪拉清线就很有讲究了 我们知道啊 每一波兵都是三个小兵走成一排 短兵相接之时 如果你朝着 抬头第一个近战丢二技能 很容易打不到后面两个小兵 二一技能丢完一套 后面两个小虎子 只吃到了一技能伤害 你还得去A半天 甚至第二个一技能好了 才收完兵线 但你要是走到兵线侧方 把二技能朝中间的那个小兵丢 再回到正面放一技能 这波兵线啊 三秒钟就轻松收光 像甘江木子这类英雄啊 也同样试用 安琪拉本身就是一个依靠游走 支援去抢劫头的英雄 学会光速抢献拳 就是从蒙辛罗莉 变成中路一霸的重要一步 那大仙大仙 你光教大家怎么拿技能打兵 你倒是教教怎么打人呢 改都改完了 朝着人丢技能不就完事了 事情远没那么简单 安琪拉的被盗 是命中敌人 技能频率越高 叠加的伤害就会越高 而我们安琪拉抓人 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技能权重 即使二一技能起手 其中只有几段伤害命中 此时闪现大招也能将其击杀 那大仙大仙 你的意思是不是技能随便丢 杀不了你买单 别别别 我并不是教大家抓人乱丢技能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尽量拉近敌我之间的距离 起手的技能才更不容易放空 那先手小技能命中 不仅可以打出高额爆发 还可以叠加被动伤害 配合高额伤害的被动效果 大招才更具威力 你与敌人经济持平时 二一技能大招打满伤害 坦克半血秒 脆皮满血秒 秒天秒地秒空气 伤害接近一个亿 就问你怕不怕 最后安琪拉不带蹬槽 而是与敌人正面刚 带一套新版备战 可大大提高容错率 助你上分 那我的装备备战是 冷静之间 通口面具 回响之战 帽子 致热之备者 法权棒 备选装备复活甲 闲者之初 辉月 迷雍备战为 十轮回 十星眼 十梦眼 好了 新版法王安琪拉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 等待正式服务更新 相信你也会惊叹他的实力 我是张大仙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